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拿下五个州属的政权 包括原有的吉达 吉兰丹 登加楼 还要让西蒙州属的雪兰儿和森美兰变天 不过网媒Malaysia Gazette却爆料说 国盟成员党之一的土著团结党 党内的两个巨头 总裁慕尤丁和总秘书韩萨·债努丁 之间的关系其实已经出现了裂痕 报道引述来自土团党的消息说 慕尤丁和韩萨·债努丁是在两件事情上闹了分裂 也就是一 和伊党的州选议席的分配事宜 并对象征伊党势力的绿朝太过于锋芒毕露 令土团党黯然失色 让某方面感到很担忧 二 慕尤丁太过于力捧阿兹敏 引来韩萨·债努丁的不满 阿兹敏是国盟的宣传主任兼雪兰儿州国盟主席 党内消息人士说 土团党有意栽培阿兹敏成为海报男孩Posterboy 成为新一代的土团党的领导人 如今阿兹敏也受邀参与一些土团党的高层会议 但身为总秘书的韩萨·债努丁却被排除在外 因此就引来了韩萨·债努丁方面的不满 报导也说 国盟或许会撤掉韩萨·债努丁作为国会反对党领袖的身份 这也导致慕尤丁和韩萨·债努丁的不合的传言甚嚣成上 到底实情如何 相信随着州选的发展 两人的关系会越来越明朗化 同样是政党的消息 由于民政党面对进行基金不足的困境 因此届时受伪的候选人都必须要自己去筹钱上证州选举 本报记者今天访问了民政党发源地槟城的几名很有机会出现上证的党要 他们包括该党全国总裁政方志伟 滨州主席胡洞强和滨州妇女主发言人王希林 他们都认为自己筹钱上证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 尤其是在现在时间和资源都非常有限的挑战之下 恐怕更是难以达到目标 胡洞强就说 根据他保守估计 这次州选平均每一名候选人省省用竞选基金 至少也要3万到5万令吉 因此他透露 目前他们还在向党中央争取协助承担候选人上证的 5千令吉岸规金和3千令吉要缴交给地方政府的竞选宣传品的压底金 无论如何 虽然面对种种经济和人力困境 三名受访者也都表示 一旦有机会上证 他们都会出动人情人脉 倾尽全力打好这一仗 在槟城争取零的突破 内政部长塞夫丁今天发文告宣布 全国总警长将会由纳沙鲁丁出任 而全国副总警长一职则由阿玉汉担任 纳沙鲁丁今年61岁 是元任全国副总警长 他将取代提前退休的艾克里尼沙尼 任期将从本月23号到2025年的6月22号为期两年 而57岁的新科全国副总警长阿玉汉 这是元任的全国刑事调查部的总监 在槟城引起极大关注的宝马轿车撞死斗水女小贩案的 灶火司机今天早上在鲁莽或危险驾驶 导致他人死亡的罪名之下被提控上庭 这也是他日前被控聚众欧斗之后第二项被提控的罪状 根据控状被告28岁的王承兴 在今年5月8号早上10点20分左右 在槟城丹永武雅落堡亨路 撞死女小贩陈永倩 触犯1987年陆路交通法令第41支过湖一条文 也就是鲁莽或者是危险驾驶 导致他人死亡 被告不认罪 最后获准以3000令吉和一名担保人保外 案件将在7月26日过堂 台湾娱乐圈MeToo风暴越演越大 从许杰辉、佑胜、黄子娇等接连被报性骚扰之后 偶像型艺人严亚伦 搞笑民主持人NoNo的黑历史也被趴出 而且是一个比一个劲爆 严亚伦今天更现身在记者会现场 向指控者鞠躬道歉 最后哭着离开 严亚伦昨天被知名的抖音网红耀乐 控诉在他16岁时被严亚伦夺走了出业 并且在非自愿的情况之下被拍摄性爱豁免 甚至在网络上流传出去 事发资金已经5年 耀乐说自己始终不能走出来 表示他自己的人生好像是毁灭了 即昨天发文回应指控之后 严亚伦更直接现身耀乐在今天中午12点 召开的记者会向耀乐两度鞠躬道歉 表示让你承受了不该承受的事情非常对不起 而耀乐则从头到尾紧握双拳 低头抽气没有面对严亚伦 严亚伦道歉之后就离开记者会 而在受到追访时他表示 事发当时两人正在交往 坚称绝对没有偷拍性爱影片 随后就哭着离开现场 至于连续被两名女网民 影射是性骚扰惯犯的Nono 昨天虽然坚决否认自己设案 不过他今天转态 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认错 今天第二名出来指控Nono的女子 小洪老师也召开记者会 公开Nono涉及性骚扰的罪状 表示他发出贴文之后 至今已经收到将近20名受害者的讯息 年纪最小的只有16、7岁 而其中两人甚至声称自己被性侵 而他手头上还有私讯的截图 录音档届时要的话可以公开 根据小洪老师的说法 第一个被性侵的女子 是台北101百货公司的柜台小姐 那时是2015年 她被刚刚迎来一名孩子的Nono 拖到无障碍厕所性侵 第二名受害者则是在2011年 在车上被侵犯 无论如何 小洪老师表示 由于没有足够的证据 如果要提告 就必须要集结更多受害者的资讯 才行 而她站出来发声的目的 并不是要破坏任何人的家庭 也没有要求赔偿金 只是希望Nono能够向受害者道歉 而Nono今天下午也发文告表示 她即刻起停止演绎工作 诚心反省 而这一点 这个po文也被解读为 Nono终于认错了 今天的新闻就播报到这里 感谢收看 我们再见